火爆全网的羊毛战绩第六集终于更新 在这个数百层的地下世界 人类出门违法 隐瞒病情违法 谈恋爱不公布更是违法 一百多年来人们好像适应了这种生活 可让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这个地下世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当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 统仓世界的居民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随着剧情的推进 女主朱莉也逐渐揭开了统仓内的秘密 故事紧接上集 朱莉为了搞清楚物件的用够 于是她便把物件偷偷带回了警局 因为凡是出现过的历史物件 警局的数据库里都有相对应的信息 可当朱莉查询后 数据库却显示权限不足无法查看 显然这个物件并不是一般的历史遗物 看来得需要有更高权限的司法部查询才行 不过要是直接拿给司法部 肯定会被他们追问物件的来历 因为持有历史物件是重罪 所以不能让司法部知道物件是自己的 于是朱莉趁搜查贝尔的公寓时 偷偷将物件放进了贝尔的柜子里 然后再故意让手下小白发现 这下就能借助贝尔的案件 顺理成章的查询物件的用途 暗影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 贝尔就是上级被胡子男杀死人 随后朱莉就和小白来到了司法部 她拿出物件 并表示这是在贝尔公寓发现的 她怀疑贝尔的死 很有可能和这个历史遗物有关 所以她要申请查询物件的权限 这时胡子却表示 此物件应该由她来查 毕竟死去的贝尔是她的手下 便让胡子来负责调查贝尔的案件 糟糕 这下线锁断了 可还没等朱莉反驳 随即胡子就交给了朱莉一项任务 那就是调查倒卖历史物件的居民 并且还要收集人员名单 没办法朱莉只能赵左 谁让司法部的权力大于警局 可要想找到倒卖物件的人员 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朱莉突然想到了肯迪 肯迪之前有倒卖历史物件的前科 虽然现在已经金盆洗手 但她手里肯定还会有一些犯罪人员的信息 于是朱莉立马带着小白再次找到肯迪 当肯迪得知朱莉是为了历史物件而来时 她就立马紧张了起来 她表示自己已经不再贩卖物件 可为什么还要来找她麻烦 朱莉表示 这次不是来逮捕她的 而是来询问之前倒卖物件的人员信息 按道理说肯迪不应该出卖同行 不过为了报答朱莉的救命之恩 她还是供出了一位名叫安娜的女孩 随后 朱莉就和小白找到了安娜 可谁知朱莉刚一进屋 安娜一眼就认出了朱莉戴的手表 朱莉有些不解 随即安娜表示 这表层是她前男友乔治的 朱莉听后难免有些尴尬 随后安娜便询问起乔治的现状 当得知乔治死后 安娜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因为她非常憎恨乔治 要不是为了乔治 她的家人也不会被司法物件进 原来安娜之所以倒卖历史物件 全都是受乔治的指示 不过现在自己和乔治已经没有了关系 手里自然就没有了那些历史误解 听到安娜这么说朱莉只好离开 小白有些不解 安娜明显是在撒谎 她手里一定还有历史误解 可为什么不搜查安娜呢 朱莉没有理会小白 因为她已经意识到 乔治的死一定和安娜有关 所以她要甩开小白自己查清真相 于是到了晚上 朱莉再次找到安娜 安娜件事情败露只好说出真相 她表示自己举报乔治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在某天深夜 有个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她房间 神秘人威胁她 让她供出所有拥有 或者倒卖历史物件的人员 如果不说 神秘人就会杀她全家 没办法 她只好妥协将乔治供出 并且神秘人好像什么都知道 自己说过的话 一天当中见过谁 这些信息全被神秘人掌握 因此这让安娜感到非常恐惧 于是她立马在家里做了隔音装置 虽然安娜坦白了一切 但朱莉并不想同情她 毕竟乔治是因安娜的举报而死 可安娜却表示 乔治是没有交出硬盘才会被杀的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硬盘里到底有什么她也不清楚 不过为了帮乔治搞到硬盘 自己几乎清净了所有 可到头来并没有换来乔治的真心 当乔治得到硬盘后 就立马和她提出了分手 看到安娜如此可怜 朱莉也打算不再为难她 然而就在朱莉准备离开时 安娜却突然一把将她拉住 紧接着 安娜就拿出来一个垫子 而垫子里面正是乔治临走前 给她留下的历史物件 安娜把物件交给朱莉 并表示当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一定不要说出来 否则这会让她丧命 回到家后 朱莉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物件 没想到 袋子里面竟是一本杂志 而里面的内容正是外面世界的景象 有茂密的树林 有人类游玩滑水的景象 以及深海里的动物 朱莉震惊不已 上面的景象 简直和桶舱内看到的 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让朱莉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都被人在监视着 很明显 统仓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都在被监视着 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 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与此同时 胡子正拿着朱莉交上来的物件 反复打量 很快他便在电脑上查到了物件信息 可当他打开物件相对应的资料后 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以上就是羊毛战绩第六集的全部内容 其实统仓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容器 而里面的居民只不过是实验品罢了 当然这只是暗影的个人猜测 想要知道最后的真相 还需要等待下周的更新